高雄柴山傳出有男子涉嫌持槍射擊猴子 在6號凌晨1點多 三名男子拿著空氣槍隨意射擊 被路過的外國人制止 男子竟然還聲稱是在趕猴子 不過這個做法已經是惹出爭議了 畫面曝光 警方循現查棄三個人到案 依照射違法來送辦 另外台灣鳴喉是降為一般類的野生動物 不過一樣受到了野保法的規範 農業局也要追查 兩名男子手拿空氣槍盯著路邊草叢尋找獵物 被路過的外國人一問兩個人毫不忌諱 坦承攻擊目標就是台灣彌猴 惡劣行為連外國人也看不下去 沒想到隨後又有一名騎機車打遊戟的同伴出現 持空氣槍射擊盯說是在趕猴子 你們住在哪裡 因為猴子住這裡 我不知道你們住這裡 事發在6號凌晨1點多高雄三名男子跑到柴山 拿著空氣槍隨意掃射台灣鳴喉 離譜行進被制止 雖然台灣鳴喉被降為一般類野生動物 但還是受到野生動物保育法保障 警方調閱周邊監視器鎖定涉案人身份 7個小時內查棄三人道案 查棄三人涉案人道案 並含請農業局審讀是否違反野生動物保育法 我們會請當事人來說明以釐清狀況 其貨兩支空氣槍雖然沒有殺傷力 但還是被醫事違法鬆辦 不論什麼理由都不得任意獵捕宅殺 違者可開罰6萬到30萬元 三名男子行進也引來農業局貫切將查辦 記者吳宗軒王超群高雄報導